想到Coco 就会想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 他看着我就对我很可爱地说 我是第一个Asian上这个舞台的人 我一定要拼命地唱 拼命地唱 他可爱的形象还在我的心里面 这么一位阳光 人缘那么好 向上的这么好的人 走得这么糟 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可惜 非常地怀念 Coco你好好休息 今天是我们跟Coco告别的日子 我怎么地想不到会有这么的一天 要在这里讲出这些话 心里真的是非常地难过 对于全世界喜欢他的歌迷来说 Coco天生就是明星 是永远带着阳光笑容的偶像 他的歌曲和他的舞蹈 陪伴了很多人的情出 见证了很多人在人生的故事 我记得他还是第一位站在奥斯卡舞台上去演唱的亚洲歌手 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为他感到骄傲 对于我们这些亲朋好友来说 Coco是一位热心热情善良 关爱大家的好朋友 是一位真正正正的好人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这么不愿意接受他已经离开 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心情 Coco我们永远怀念你 希望你在天堂自由自在地跳舞唱歌 当我们想念你的时候 就会去看看星星 我相信你一直会是其中最闪亮的一刻 一路好走 我认识Coco二十几三十年 我们曾经在同一间公司华星 我也曾经跟他一起有一些共同的经理人 在过程里面我见过舞台下的他 他永远都会带着一个很真诚 很热情的笑容 令到身边的人每一个都觉得很快乐 他私底下就好像我一个妹妹一样 他天真、他涉量 我也都在舞台上跟他一起表演过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我是被他征服了 他从一个天真的小妹妹 变成一个充满力量 已经四座的巨星 这些一切一切都将会在我们的心中 永远不能磨灭 因为你的力量、你的善良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加好 我挂住你 我为你 Coco,希望你安心 我们会永远爱你 印象最深是我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很新人 然后他坐在前座 然后非常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让我突然间觉得 哇这个我心中的偶像这么的平易近人 直到我下一次跟他合作的时候 他的那种敬业 以及很温暖 就是很怕招待你不周的这一种 窩心 然后气心 以及他在舞台上用歌声 以及他的舞蹈 以及他的魅力 让我在表演上 向他学习非常多 然后真的非常非常 难过 这么早和他 分离 我会继续带着他的精神 然后希望他去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地方 继续散播他的快乐 他的温暖 谢谢你 Coco 我还很记得 初初认识Coco的时候 就是1992年 我去一个party的时候 那我朋友 说要介绍这个女生给我认识 她很唱得很跳得的 你一定会很喜欢她 那我就这样认识了Coco 她当时是准备要参加新手歌唱比赛 那我就刚刚回了香港 亦都即将要签唱联工事 那我们之后不久 大家都入了行做了歌手 那虽然这三十年来 我们其实是没有正式合作过的 但我觉得我和Coco 是有一种很特别的connection 我想是因为我们识于微识 那其实我们是看着对方 起步 看着对方进步 那中间这这么多年来 我们有起有低 有得有失 那但是 我觉得这种缘分是很难得 我很珍惜 那我以后都会 继续珍惜这份缘分 我认识Coco的时候 是在一三年 我跟她还有韩红 还有为中科一起参加 中国梦之声这个节目 那个时候我觉得她 非常的开朗 乐观 热情 不管是对朋友啊 对我们啊 对工作人员啊 对每一个选手啊 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个时候我们就留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她真的就像是一个小太阳一样 照耀着每一个人 当你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感觉特别的踏实 特别的安全 特别的放心 她的热情 我觉得都能够融化你 就像她的歌声一样 后来 我记得我还参加过一个综艺 我当时觉得她可能不会答应我跟Coco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下的时候 她真的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她说小明 你的事情我一定要来 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Coco啊 歌后啊 天后啊 当我知道 Coco离开的时候 我真的是 不敢相信 我停在那好久好久 说话来 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 我总觉得这是假的 后来当我确认这个消息之后 我才明白原来她真的是 把快乐留给了别人 把痛苦留给了自己 其实她真的 自己隐藏了很多的痛苦 她可能不想让家人 不想让周围的朋友为她担心吧 就像我们在节目里看到的她一样 永远都是温暖的热情的 对别人好的 真的好想你想Coco 虽然 你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但是 你的声音 你的音乐 你的音容相貌 也还是在我们身边 我们也还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温暖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 会永远记住你的 会开开心心的 希望你在天堂能够真正的开开心心的做你自己 Hey Coco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r smile Your voice and your energy will always be in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ll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我觉得Coco 是一个非常之 甜蜜 是我人生里面见过 真的 最友善的 一个前辈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认识到她 还有 可以和她生命里面有 某几年的交接 可以和她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可以和她一起在台下玩 衷心地去祝福她 现在在天堂里面 是完全没有痛苦 可以开心的 是真的爱和平安 很想念她 很爱她 I just hope that I'll see her again And I miss you Coco 一直以来 给我的感觉是 热爱音乐 乐于帮助人 我常认为 Coco是 上天 送给我们 人间的一份礼物 Coco You're the best Rest in peace Coco姐 给了我演唱会 和舞台的起目 她的真诚和善良 也一直感染着我 Coco姐 音乐和爱没有终点 我们会一直怀念你 亲爱的Coco 你永远是天上 最闪耀的那颗心 你的才华 有目共睹 你的温暖 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真的很舍不得你 因为你那坚强笑容的背后 是很多的汗水 泪水淬炼出来的 你留下来的是一个传奇 是一个无可取代的legacy 生命能够有你 我们都很幸福 我们会永远永远 记得你的好 亲爱的Coco姐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我还是新人的时候 我第一次在白晶等电梯的时候碰到你 那时候我很惊讶的 听到你说 嘿小美哈喽今天录音吗 这是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觉得 哇 Super Style 居然记得一个新人小美 那 知道你离开的消息的时候 非常的震惊跟不舍 然后 永远会想念你那个正面温暖阳光的你 然后也谢谢你的音乐 曾经陪伴我们很多很低潮 很无助 很孤单的日子 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你 依然带着你灿烂的微笑 去影响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嗯 认识了Coco 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近这几年呢 就很多很多机会和他合作 比如我是歌手 比如声声不息 唱歌好声音等等等等 我认识的Coco 是一个 心理善良 善格开朗 在工作上 每每每都做到100分 做到最好 永不放弃的一个迷人来的 那 在舞台上绝对绝对是一个 超级的好拍档 当然 去年的时候也都 收到他身体不舒服的消息 但是 我想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一样 都是一时间很难接受到他 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消息 希望 希望他在 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可以 活得开心 好吗 谢谢Coco姐 愿你在天国的花园里 开心的舞蹈唱歌 谢谢你 谢谢生命中 让我遇见了你 愿你安喜 Coco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bright shining star you would greet everyone with your warm smile so full of love and energy that we sometimes forget that we sometimes forget that you've had your struggles too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warrior and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say goodbye and I wish we never had to I wish life I'd be gentler towards you I wish I had more time just to hang out and make some more music with you I'll miss you Coco rest in peace Record 你永远是我们的开心果 你永远是我们's home 圣道最强烈的diva 你永远是我们's home 圣道最强烈的diva 正在心上的人美 心善的Coco 希望在远处的你 可以继续 高 offering 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 你文coco 在知道Coco姐离开我们的某一天早上 我听了Coco姐的歌 音乐摇摆还是让我感觉到美好的希望 我相信爱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在这边深深地祝福Coco姐 还有她所有的家人朋友们 想念你Coco姐 嗨 Coco 我只是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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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的是 我只是想说 我靠近期耕着你 and interact with you and i hope that you know how much we miss you and love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e delight that you brought into this world and for all the people that adored you so our dearest and most beloved coco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he will always be in our hearts um he had such a great and and big loving heart for every one of us regardless of who we are or what we are um you were the first one to believe in me and i'm like totally grateful for for your encouragement and you bless so many people with you know you know you're your your big heart i'm gonna miss you and you're in a better place 亲爱的我的女神李文coco我是你的粉丝Selena 谢谢你带给我们美妙的舞姿美丽的歌声你永远在我心中 愿你在另外一个世界一切安好自由自在地飞翔 其实还没有出道之前就已经认识了coco 那时候就听你的音乐就说哇真的是厉害 然后过了没多年出道之后就有机会跟你在手牵手 这首歌当中有合作 那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说也想跟你说we miss you 我们知道其实你现在在一个更好的地方you're in a better place we miss your soul we miss your heart we miss your music we miss you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coco李文就是天才 我们在sony music做同事的时候我有幸跟他多次录音排练同台演出 甚至还见证了他筹备他的台北市立体育场演唱会 那是1998年但记忆忧心对我来讲那是很重要的学习 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的整个制作过程 从乐手到舞者灯光到音响甚至特别来宾 coco还邀请了澳大利亚男团自然主义来台湾 跟他合唱了他的主打歌默默爱你 四个外国男生唱了整首中文词 我记得我在台下听得几笔疙瘩都起来了 体育场成千上万疯狂粉丝爆满的 虽然coco个子不高但他一站上舞台就是一个巨人 我现在都还是觉得很神奇他的气场 怎么会这么强大 coco不但教了我大型制作 让我有更大的野心 更大的表演欲 更是教了我小小的细节 例如有一天他在办公室 他帮大家买了很好喝的饮料 他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 哇 怎么这么好喝啊 这个是什么 然后coco就用他那个很阳光的声音说 Starbucks Mocha Frappuccino 啊 我还在想 他在讲意大利文吗 你看因为星巴克就是1998年进入了台湾 他第一时间冲去帮我们买 我永远会记得 coco给我买了我人生的第一杯 星巴克 从万人演唱会到买一杯咖啡 coco就是能够touch your heart 这是他非常特别的天分 而且会永远传记下去在粉丝们 在朋友们的心 Thanks Coco God bless you Always 我想每个人的青春歌单里 都有一首Coco里闻的歌 谢谢Coco姐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希望你在天堂 依然有很多美好的音乐陪伴你 Baron You will always be one of the most inspirational female vocalists of our generation and I miss you dearly I'm so blessed and fortunate to have met you before I even got in this business and to work with you and perform with you is just something that I'll keep in my heart forever Thank you for all the wonderful memories I love you God bless you 我曾经跟Coco姐合作过一首歌 然后觉得自己的创作 可以被一个这么美好的人所演唱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如今那些歌 那些音乐都还在 世界好像继续的运转 可是在我们心里 我们都知道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那我觉得就像我写的歌名 如今每一天都变成了想念你的夜 希望这样的想念在我们心里 可以让我们成为更美好的人 然后谢谢Coco姐 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 现场所有的朋友 贵宾 以及Coco老师的家人 Coco老师的歌迷朋友 你们好我是肖敬腾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我跟Coco老师的故事 小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在教会长大 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每次到教会周日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在中午的时间 在MTV台等待着播放当时最火红的音乐作品 当时就有一位歌手 一位女歌手 真的震惊了我们全家人 她就是李文老师 我记得当时唱着好心情 在海滩 然后非常热情 非常活泼 然后唱腔非常的国际 所以当时就非常非常的震惊 多次地跟Coco老师见到面 这首歌的意境是在说什么 她想跟我确认是否跟她心中所想的一致 然后我就跟她分享 当时我们就聊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从小这么崇拜的偶像 竟然在跟我聊我的作品 然后说很喜欢我的作品 我影响非常深刻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跟Coco老师 这么敞开地去聊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一起吃宵夜 一起在长沙吃小龙虾 冬油拌面 然后很开心很开心的是 Coco老师也在节目里面 演唱了我的这首作品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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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 在之后的日子 也很有幸地能够跟Coco老师 继续在舞台上面更多的合作 后来我们也一起 一起唱了沙舞长龙的主题曲 多次在舞台上面有很多的合作 谢谢Coco老师给我们 这么多美好美好的回忆 非常感恩 我相信Coco老师他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 他已经是无敌 无敌了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就让我们 后备 启曲帮老师来传承他的精神 他的音乐 他的热情 他的做人 做事 他的大爱 他的一切一切的美好 都永远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记忆 跟回忆 然后 祝福现场所有的朋友 Coco老师的家人 还有 所有Coco老师的 粉丝们 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 然后 不要让Coco老师担心 我们都很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